宾州的议会将会在12月1号正式休会 在最后一天民众来到这里 向他们的民意代表进行游说 要求收回选举人权利 这一个动议延伸到下一个议会任期 不过很多议员并没有现身 所以导致民众现在非常的愤怒 在这里向着议会大声地表达他们的心声 截至下午 宾州议会41名共和党议员联署提出动议 表示今年的大选存在大量舞弊和违规指控 结果存在争议 并在决议案指出 宾州的行政和司法部门更改了选举规则 篡夺了州立法机关制定选举规则的宪法权利 包括9月17号 宾州最高法院非法和单方面延长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 10月23号 宾州最高法院裁定无需对邮寄选票的签名进行认证 11月2号 大选日前夕 中务卿鼓励滨州某些县 如果出现缺陷选票 需要通知党派和候选人已修复选票 决议案还列出多项选举违规情况 决议案要求中务卿取消过早认证的总统选举结果 宣布2020大选结果存在争议 一案需要达到102票才能通过 新唐人记者客厅厅韩瑞 李真廷 宾州首府 武汉律斯报报道